- 找解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拜什麼 華人的話我們是拜 也是佛教 佛教跟道教 對 然後像道教的話 就是我們會很愛拜那個土地宮 就是類似台灣的土地宮 可是會在我們那邊叫拿督宮 因為它就是以前19世紀那個 正和它帶到馬六甲海峽之後 因為當地有馬來土著 對 就在這層宮帶過去的時候 然後它就結合了當地的文化 所以你看我們的拿督宮 它穿的衣服跟帽子 它其實是馬來人的傳統服裝 就是我們印象中拿督會穿那樣 對 因為拿督 絲綢的那種襯衫對不對 然後帶那個四方的 他們馬來人的那種 但是本來這個土地宮拿督宮 是從中國正和一直傳過去 那時候帶過去 然後它可是它 古時候的形象就是這樣嗎 對 然後它手就是 它原來應該穿的 跟我們土地宮很像 穿中式的 後來慢慢的 就是結合當地文化 它手上還是有拿金元寶 只是另外一隻手就拿馬來短見這樣子 就是結合他們的文化去 喔 那很好啊 然後我們那邊的華人 就是非常的愛拿督宮 因為我們華人就是很勤勞賺錢嘛 所以當然也很愛求財 那我們當地的拿督宮廟 就是香火都非常的鼎盛 就是因為大家都可以去求子 就是聽說啦 就是特別靈驗的 就是如果你答應拿督宮說 如果我今天有求到的話 我會幫你蓋一個廟 或是蓋一個小的那個神廟這樣子 然後朋友的爸爸 他就真的是有去求 然後可能有中了一個小獎吧 然後他就想說 有中就是要做到 他就在他家外面 蓋一個小的那個拿督宮廟這樣子 結果當天蓋完之後 他早上起來 發現那個拿督宮廟裡面 有一隻貓咪 就在一隻貓咪在裡面 對 招財貓一樣耶 對 他說怎麼那麼可愛 這樣子有一隻貓咪 好可愛 結果當天晚上 他寶寶就中頭獎 他又在中頭獎 是 對 就是真的很靈驗這樣子 剛把那貓鎖在裡面 不讓他出來 因為他們都說 可能是土地宮 顯靈之類的 拿督宮顯靈之類的 我們那邊還有就是 每一家人家裡面 都會敗一個叫土地宮 那這土地宮 然後又跟剛剛的拿督宮 是不一樣的 對 他就是我們神桌上面 是關於菩薩什麼的 然後土地宮 我們就會放在下面 欸 喔 就是另外有一個神龕 對 神龕 就像一個層板 然後放在上面 然後放地上 但是土地宮是在下面 土地宮是放在地下 這神明在上面 土地宮在下面 就像以前我們虎爺的那個位置 蓋面 對對對 類似 然後他就是 因為他左邊右邊 都有一個對聯 什麼五方 五土 龍身 然後唐番地主財神 所以他其實是龍神跟財神的結合 是 所以換言之就是 又旺定又旺財 那這麼好的華人 就一定會好好的祭拜 是 所以看我們每次那個 公平都會很豐盛 真的 就是什麼發糕發菜 就是寓意就是發財 還有什麼鳳梨 翁萊 就是很旺這樣子 對 然後也聽說 聽長輩說 就是如果小朋友 夜哭晚上就是睡不好 就是買一些 土地宮愛吃的甜餅跟茶 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求土地宮保佑 小朋友覺得晚上睡得比較好 這樣子